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28日 星期五 今節繼續跟大家說香港新聞 在講之前 有些資料要補充 上一節我們就跟大家說香港的六四集會 香港港共政府就不會被你搞的了 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就沒有了 不過 我們 英國這邊就會有集會 我只是轉發訊息 並不是主辦單位 六四的晚上在里斯特廣場 六點鐘應該會有六四的晚會 六點鐘至七點半的 就是英倫好倫社教會 主辦的六四晚會 主題是別國的事 共同的義 八點鐘至十點鐘在中國大使館 就會有 就是89民運的集會 主辦單位應該就是D4HK 還有另外兩個團體 大家如果在倫敦 想出席的話 記得就是 以上那兩個時間 一個在里斯特廣場 一個在中國大使館 中國大使館是8點至10點 大家自己留意 這是第一點要補充的 第二點要補充的是上節目講的 支持六部曲 請大家在聽節目之前 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兩條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用Google戶口 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以及用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最重要是幫忙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盡量點擊 以及用 無限loop大發 播放節目清單 在你能夠播放的地方就盡量播放 多謝大家多多支持 所以說了很多次 星期二得道的支持六部曲就是 本台 唯一 合法 的法定廣告 這個就是無論如何都會繼續說的 不是啊 我連這個也不想聽 不想聽就麻煩你轉台了 你現在轉 來不及的了 我剛剛已經說了 不想說大家有甚麼義務或者責任 但是這個世界 Give and take 事實上我也是相同做法 因為我也會上網的嘛 我也會看別人的 頻道 或者看其他YouTuber 拍攝的影片 有些可能是教學性的 情理上我覺得 別人教完的東西 我看完 我覺得有用 最低限度 也要做一點點東西給別人 所以其實我也有一個慣性 就是幫別人 點擊廣告 事實上現在因為互聯網開放 真的有很多資料 有很多東西 可以上網學習 甚至乎 Youtube 他們拍出來的教學影片 很多時候 真的可以比美你去上課 拍的專業的教理的影片 也可能沒有Youtuber 拍得那麼專業 所以大家想學習不同的技能 不妨 不妨上網看多些影片 我們本台就不是教學 本台最主要就是做時事 分析和評論 主要就是圍繞著香港的時事 例如這宗案件 這個 蔡展鵬 國安處的處長 被人篤灰 無緣無故就爆單 光顧無牌骨牆的醜聞出來 這件事我們早就跟大家說了 這次有網上另外爆料 這次爆甚麼呢 這次就是爆這個蔡展鵬 蔡sir 就是在 上班 辦公的時間去骨牆 玩邪骨 爆這個媒體 是甚麼媒體呢 我們已經說過了 就是 無端端 抹黑我們的全真社 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這個媒體 鬼到不得了 每一次 忽然之間 就說自己擁有大量的證據 這個媒體平時沒有新聞報 上一次大家回憶一下 有全真社的 就是無端端 引述消息 說知道林鄭的兒子 在美國的行蹤 那麼多傳媒 都沒有資料 為甚麼你的網媒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無端端端 你會掌握到林鄭的兒子的行蹤 再對上一次 另一次 跟全真社有關 香港人有印象的 就是這個 民主黨的林子健案件 無端端 就是獲得 閉路電視 林子健 說他在說謊 原來當日在旺角 走歌 所以我們就判斷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一個 必要時候出來禁制的紅色媒體 他之所以能夠掌握那麼多建制的內容 忽然之間就是幫中共澄清很多東西 這節不是要評論全真社 不過就告訴大家 這件事件 本來已經淡靜了 繼續有網上消息 發出來 還要通過全真社訂出來 不如跟大家說一個 消息的內容 消息的內容 又是這個 網媒全真社說引述 灣仔的街坊 到底誰是灣仔的街坊呢 這個不得而知 這個 全真社說引述有這樣的消息 就說蔡展鵬 就是 他的消遣日期就是3月19日 即是星期五 下午 說有街坊目睹便衣探員 這件事其實也有點奇怪 既然是便衣探員 你又會知道 你甚至乎還認得蔡展鵬 下午就說這個 便衣探員帶走多名女子 以及證物 懷疑蔡展鵬在辦公室 辦公時間 乾顧無牌的骨牆 所以 蔡先生就是開工的時間 去打斜骨 根據全真社的訪問灣仔一帶 多名街坊之後 不知道那是甚麼街坊 又竟然可以看著這個斜骨店的門口 有甚麼人出出入入 還要認得蔡先生那麼厲害 說 警方在3月19日中午的時候 巡查這個地方 VS Bar 下午3點多就是帶走了多名的女子 以及證物 行動大概就是4至5小時 根據目擊者聲稱就是警方的行動 就見不到任何的軍裝警員以及警車 只是見到有大批的便衣警出入 目擊者說當日見到警方掃場 立即用手機發訊息通知親友 根據目擊者展示的訊息時間就是3月19日的下午 信息的內容和時間就跟 目擊者 見到警方的行動細節相符 當日就是上班的日子 巡查行動 就是下午進行 所以蔡展鵬極有可能在辦公時間 光顧這個無牌的按摩店 打斜骨 反駁了 蔡展鵬在吃午飯的時間 打斜骨的這個說法 聽起來 整個訊息就似層層 這個是全真社一貫的手法 引述大量的 信息然後就交叉互證 但是信息來源不明 而這些所謂街坊目睹整件事 坦白說我不是要幫 蔡展鵬去辯護 但是我對於這個信息的來源 和背後的動機 相當之質疑 當然 繼續攻擊蔡展鵬絕對是好事啦 我們樂見 警察就繼續 內鬥 繼續 就是互相鬥倒對方 這次用黑材料 用紅煤釘出來就證明是內鬥 所以 只不過我告訴大家 信息來源 是有不可靠的地方 以及 信息來源不可靠 更加證明這件事是內鬥 經過紅煤無端端引述 各方人士 各路英雄 的信息 互相交叉引證 到最後你也是要動蔡展鵬 我們一定是樂意見到的 最樂意見到警隊內鬥 但是 樂意見到還樂意見到 抽絲剝繭 去分析一件事 就是我們本台的責任 這次也是忽然之間充滿細節 細節多到就是令人覺得 有點而過了一點 坦白說 作為一個編劇 劇情太多 始終要帶出的主題就是 蔡展鵬 打邪骨不是大問題 但是上班時間打 就有大問題 這個才是主子 有甚麼辦法能夠互相引證 蔡展鵬 確實是 3點多的時候 就不是吃午飯的時候 就去打邪骨 只能夠 引述 不知道有甚麼消息 竟然有目擊證人 清楚 但是他沒有說過 目擊證人 清楚看到蔡sir 只是說目擊證人 看到 有 變衣境的行動 消息 最後引述 都是知情人士 就說蔡展鵬 打骨 那個就是一個不沽 事件曝光之後 蔡展鵬請病假 請大嫁 一直都沒有回國安處 當 記者再問 為甚麼蔡展鵬身為高級助理警務處處長 竟然會光顧無牌骨牆 消息人士就說他以為沒有人知道 有理由相信這個就是 第二支暗戰 第二支暗戰 由警隊 不妥 蔡展鵬 又或者 要對付蔡展鵬勢力 的人士 將這個訊息 經由紅媒 就扔出來了 我們相信既然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 既然能夠動用到這樣的力量去動蔡展鵬 我們相信 關於蔡展鵬的案件 還有 後手 這裡的消息 一定不只是 只有那麼多 當蔡展鵬 嘗試出來反駁的時候 可能下次 就會訪問到那個不顧也不頂 這個手法 真是 似曾相識 大陸的手影 真是出來了 這節大家看內鬥還看內鬥 不過消息的來源 和真偽 大家 在心目中 心目中要清清楚楚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分析到這裏 再有其他訊息 一定會跟大家分析 這節就說到這裏了 拜拜